两只大熊猫到台湾后深受台湾同胞的喜爱 在团团生病期间 许多台湾同胞为它祈福 我非常的感动 谢谢大家对团团的喜爱和关心 大陆赠送台湾的大熊猫团团上月不幸患病离世 让两岸民众十分不舍 近日大陆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生 在成都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 对两岸民众的热情表示感谢 李德生介绍 在团团患病期间 两岸保育团队密切沟通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两位大陆专家赴台协助治疗 实际上自14年前 大熊猫团团圆圆落户台北起 大熊猫中心专家与台北动物园保育团队 就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 双方建立了线上交流情 在任何时候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在情谊交流 双方团队人员还进行了多次的视频连线 就大熊猫发情情况 以及最佳的视频时机 经验扶苏处理 尾产期的饲料管理等方面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在2010年至2020年间 熊猫中心每年都会安排一到两个批次专家赴台 开展大熊猫饲养管理 大熊猫人工受精和人工育幼等工作 李德胜说 14年来两岸在大熊猫的科研繁育 饲养管理 遗传资源交流 科普教育等方面 开展了深度的合作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熊猫中心和台北动员的共同努力下 大熊猫圆圆分别在2013年的7月6号 和2020年的6月28号 产生了大熊猫幼载 圆载和圆宝 李德胜回忆到 双方的专家共同用爱心去呵护 圆圆成为了优秀的妈妈 圆仔也健康成长 圆仔的成活非常不容易 凝聚了两岸专家的心血和心情付出 我记得在2013年的7月 大熊猫圆圆产下第一个宝宝之后 作为一个新生的妈妈 圆圆非常的紧张 宝宝在地上爬的时候 妈妈去叼仔的时候 把她的腹部咬伤了 通过两位大陆专家和台北动员的同行 共同的努力 精心的豁富 圆仔慢慢的好了 圆仔健康快乐的成长 临近了两岸专家的心血 也是两岸大熊猫繁育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李德胜介绍 两岸多次举办海峡两岸 继香港澳门四地大熊猫保育研讨会 举办两岸学生大熊猫保育实习体验营 台湾学生天府夏令营 继长江生态研习营 川台学生爱心守护大熊猫体验营等活动 李德胜指出 这些成果进一步凸显了两岸专家 在大熊猫保护事业上的通力合作 更体现了两岸人民 在共同事业上的良性互动 虽然团团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圆圆 圆仔 还有圆宝 还继续在台北动员生活 现在三只大熊猫中 其中圆圆和圆仔 都是成年的大熊猫 而圆宝 还是两岁的宝宝 这里我祝他们三只大熊猫 都身体健康 也祝圆宝 健康成长 为两岸人民带来更多的欢乐 对于今后的规划 李德胜表示 大熊猫中心还将进一步加强 与台北动物园 在大熊猫的饲养繁育病防控 自然教育等方面的合作